从新能源车的销量来说 高中低端车型哪一种发展会更好 我们认为中低端发展会肯定更好一些 高端发展跟传统燃油车不一样 传统燃油车的话 属于这种高端走得特别好 豪华车中高端车走得特别好的 其实尤其是你可以看到 豪华奥迪宝马奔驰 包括特斯拉等走得都特别强 但是我们认为作为电动车的话 这块的特征应该说就不是特别明显 原因在于我们认为电动车 还是带步型的一个工具为主 以小车便利性这些特征为代表 所以一般作为家庭第二辆车的话 大家对这个品牌挡住的需求 相对来说并没有这么的强烈 所以像我们这些小车 比如说你像是在走得比较好的 像IRY 比亚迪远等等这些车型化 也都属于这种中基亚产品 他们替代的是过去的像飞度 像低迟 亚迪士等这些车型 而现在的话这些A0级的车 在10万块钱左右产品 也是增长极其迅猛的 所以我们认为目前来看 中低端是发展核心主力 而且我们认为未来随着 中国的一个老年化的发展的趋势 也有我们中国的平均年龄 是在剧烈的增长之中的 我们从过去经济刚开始 高增长时的青年的中国 现在变成中年的中国 或者是变成老年的中国 所以这种中老年购车化 更加的务实 更加的理想 像我们老头乐 为什么微型电动车 称为这个名字 就是因为我们中老年人 或者是这些群体化 对车的档次要求 并没有这么高 而是属于这种 更加务实的一个选择 所以我们从那种炫富型的消费 总共向务实的消费转移 所以可以看到A00级电动车 A0级电动车 我们认为是符合 中国未来的中老年化趋势的 因为我们认为 会跟手机一样的一个发展历史 这个过去的老的企业 会被淘汰的 不会顺利转型过来的 就是说宝马会承载 燃油车也好 宝马会承载电动车也好 奥迪和温驰等等 都这种区制 这个从总体的大的趋势来看 我们也不确定 个别企业 比如宝马会表现特别突出 转型特别顺利 奥迪转型特别顺利 我们觉得个别企业可能这样 但从大的一个趋势来看的话 传统燃油车转型到电动车 应该说是极其艰难的一个事情 大概率来说 是会被特斯拉这种企业 所去替代的 因为整体来看 我们这种在技术 跟各样积累来看的话 目前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福特的话 也是它的电动车的一些皮卡 一些卖的一些还可以 但是总体来看 目前跟特斯拉比 还是有一种差距的 中国实际上是最能证明 他们产品竞争力的一个地方 目前来看 中国来说 他们引入的这些电动车 基本都没有生意 电动汽车需要的芯片种类 和数量都大幅提高 您如何看待这种结构性增长 汽车用的芯片 在大幅增长的时候 是帮助手机行业 分担了它的 比如5纳米或7纳米 那些高端的一些芯片 他们用的是这些高端芯片 而高端芯片本身来说 就共大于求 而不是共无应求 是属于我们手机各方面 都在萎缩之中 所以为台积电 他们解决了更大的一个 叫做高端产能的过剩的问题 就是因为现在来看 我们骗决是低端产能 过剩的是高端产能 比如说就是我们说 大家都希望是走高端化 都希望走高端 所以高端实际上需求是不足的 而低端化 汽车的芯片的这种增长化 不要包括我们这个 智能化带来的芯片 比如从100克 增到400克 或者增到更高的芯片 增的都是高端的芯片 好多是 并不是低端的芯片 所以这种情况 低端的芯片 反而被高端的 有一定的替代效果 而我们这个目前芯片的需求 更加多元化化 实际上是分担了我们家里 缺货的都是这种 低端的合资品牌的产品 不缺货的是 特斯拉那些高端的车型 这些产品 所以芯片的短缺 实际上对这些暴增几倍的 特斯拉并没有带来直接影响 而对这些大众宝马 奔驰这些产品 传统车带来巨大影响 这就是低端芯片 遭遇了严重的一个损失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说 盲目的高端化 实际上是一个大的问题 整个中低端的这个需求 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通过 压缩中低端的需求 排高它的价格 使这种搞旧产品的 这种价格和利润 获得爆发式的增长 而这种高端车产品的 芯片的利润 出一个剧烈的萎缩的状态 这就是我们目前来说 市场与科技进步 一个不匹配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ur的耳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